今天這種就是極力想要往上爬的 很可怕 企圖心很旺盛 我一個朋友的女兒 今年過年後就進到一家餐廳做事 因為餐廳突然到6月的時候 會接很多解釋宴 所以他們那一年 今年6月份就接到了很多解釋宴 有一次公司聚餐 店長就很開心 就說我們餐廳今年5 6月 接到了好多解釋宴 然後其中一個人真的很厲害 你知道要講出那種厚臉皮的話 也不簡單 他說他們一個資深的朋友就出來 資深的同事就出來說 店長真的很開心 你知道像我周邊很多朋友 都有孩子在念書 我每次跟他們吃飯的時候 我都會拿著我們店的明天 去發給他們 然後讓他們跟他們的孩子說 有任何解釋宴要吃飯要聚餐 都可以到我們餐廳 這樣一講 店長就會認為說 那今年我們接到這麼多解釋宴 應該有可能就是妳這樣子 隨時在想到我們店 在發明片子 馬上店長對他的態度就不一樣 其實也根本沒有人知道 解釋宴到底是不是他的朋友 那樣就算了 你知道解釋宴通常餐廳會先記錄 譬如說這個班級有30個學生 要用什麼餐 餐廳會先做好 因為他沒有辦法現場點 然後有一場解釋宴 就是有兩個吃素的學生 應該要特別準備 就到了現場一點發現 那兩個吃素的沒有算到 店長就會出來說 怎麼會這種餐 我們都要先準備了兩個吃素的 你們竟然沒有人 就是我的朋友女兒是在去 趕緊去佛友園打菜 問題是這時候 周遭沒有任何素食餐廳 店長在罵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個人出來頂嘛 對不對 不能夠大家都說不知道嘛 我朋友的女兒才做半年 就慘了 因為新人嘛 菜鳥 那個資深人 馬上就看著我朋友女兒就說 上次來點餐的時候 我不是有交代妳說 妳兩個是素的嗎 你知道對一個新人而言 他也嚇傻了 不知道怎麼講 他第一個在想說 是有這件事 還是真的妳有講我忘了 你知道有時候新人 他會想說 是不是妳有講我忘了 對 會懷疑自己 對 他會懷疑自己 因為他講得太斬丁切 他就當下就講說 不好意思... 就認了 他說他回到家想了一個禮拜 他一個禮拜之後 他真的沒有被交代過這件事 但是已經被栽贓了 可是這個無傷大雅的時候 有時候扛的話 搞不好是一個轉機 沒有轉機 沒有轉機 店長就覺得說 你新人來半年 怎麼會這麼重要的事情 交代你了 你會沒有處理好 所以每次有人在訂餐的時候 店長就會特別跟他說 有沒有吃素 哪些要牛的 哪些要豬的 你自己 對 就是這樣 雖然今天好像在罵下流同事 可是好像在學撇步 對 集中生智 對啊 我們要學習反應快一點 對 願力說說 依我的觀察 職場上不見每個人都那麼下流 就說有功一定強 可是一旦出事了 大部分的人都會想辦法推卸責任 找別人來背黑鍋 或者也知道一塊要出事先醞釀一個 沒錯 就先沙盤推演一下 到時候要怎麼樣解決跟處理 讓自己不陷在那個風暴裡頭 我記得有一年就是 客戶希望 就拜託我們幫他做一個產品 一個刊物 是特殊規格的一個刊物 這樣放在通路上的話 因為你開本數比較大 會比較漂亮 然後也比較好買 那個時候跟客戶溝通的結果就說 我們不僅就是我們開本數比較大 同時我們也做了一個紙盒 讓那本刊物可以立起來 立起來你就放在那個書店 或者是超商上面這樣 你一走進去 對 你一走進去 就一目瞭然就很清楚 所以那時候就是 跟客戶談好這樣的一個條件之後 我就交代我們負責印刷的同事說 你要記得這個開本變大了 那我們也要做紙盒什麼什麼的 我自以為我們都溝通完成 事實上我也有下紙條 結果雜誌一印出來 我嚇了一大跳 開數完全沒有改 是正常規格 而不是我剛剛講的大規格 但問題是我剛剛講 我們同時也做了一個紙盒 讓那個刊物能夠立起來對不對 因為你的開本數變大 換句話說你的紙盒裝不下了 對 紙盒就浪費了 紙盒總共挖了三十幾萬 然後 對 三十幾萬紙盒 因為我們鋪貨的量是全省鋪 光是紙盒就三幾萬 然後當場老闆很生氣 老闆就說到底是誰的錯 怎麼會這樣 我們負責印刷的同事很害怕 他就覺得說他以前沒有翻過錯 他說是燕麗姐 燕麗姐沒有下紙條告訴我 規格要改 我說你說謊 我明明有下紙條 而且那個紙條 我看見你收記你的筆記本 你給我找出來 他說沒有 就是沒有 那大家也知道我是個讀書人 我怎麼可能去翻他的筆記本 或打開他的抽屜 我覺得很難看 那我就想算了 我就默默吃下這個黑鍋 因為我真的記得我有下紙條 老闆就說 那你們到底是誰出錯 我就跟老闆說 老闆他既然他說 他沒有看到我的紙條 那我發誓 我吞了 我跟老闆說 我發誓我有開那個 其實那比較紙條 那就是一個相關的一個公文 我說那個公文 真的有走到他那邊 老闆說 可是你們各說各的 現在我找不到公文 怎麼辦 你們兩個都 就抓 沒有 也沒有就住抓 也沒有擲歸 反正結局就是 我們兩個都被寄過了 老闆也沒有叫我們賠錢 連做法 對 就連做法 但這件事情給我一個 很大的啟示 就是以後這種公文 不僅是我要看過 就連我旁邊的我們的部署 再找一個 對 再找第三者來簽名 像到時候出錯的話 起碼有一個人可以見證 在公開場合 在當眾拿給他看類似這樣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後來其實 我們都進入了電子化 所以所有的公文 對 有Email 對 有Email 對 其實像搶公刑的人 他們是非常非常的利己主義的 所以他們 凡事的考量都會以自己的利益 為出發點 所以剛剛大家說到 遇到一個危急的狀態 他們馬上是想怎麼自保 所以你有時候會發現 他們的反應真的非常的快速 他們馬上就會想到 怎麼保護自己 然後怎麼樣把責任 就是不好的責任 給別人來扛 所以有時候 你遇到這樣的同仁的時候 你只要發現他有這種情形的話 你不要想他會設身土地為你著想 因為他們對於別人的利益 他們是不會去考量的 就算他做了對別人不好的事 他也不會愧疚 所以你不要想說他事後會難過 他也不會 所以跟他們你要做好 一樣你就會像燕麗剛剛說的 你過有過一次經驗之後 你在他跟他工作的過程中 你要做很多的自保 然後跟他保持一點距離 但是要觀察他 因為有時候他把黑鍋給你背 你都不知道 所以你也不能不看他 不要等他良心發現 對 他不會良心的 他也不可能良心發現的 對 好 第四個是什麼 專挑主管載 假好心的指針錯誤 做給主管看 像我們專櫃人員 我們的櫃是離公司比較遠一點 所以我們營業主管很少來尋櫃 沒有人 沒有主管的時候 像我同事他就會在更衣 其實大講電話 偷看韓劇 客人來也愛理不理的 那等到營業主管一來的時候 他就開始一直裝忙碌 然後一直對著門口一直說 歡迎光臨... 我想說你人在哪裡 我不知道是不是看到 我們看不到的人 還是在那邊裝笑容 要不然就是主管幫我們 調那個陳列 就看衣服要放哪邊... 然後他就一調 他就會說 主管你這樣一調之後 我覺得整家庭好有質感 我覺得像布萊爾調的就好慫喔 他說明明就我們一起調的 那邊全部講在我身上 對 要不然就是主管一打噴嚏 他就說 我去跟妳講 布萊爾他打掃都沒有打掃乾淨 我每次都來覺得陳蠻好多 可是明明那天就是他自己早班 然後又扯到我身上 所以像這種馬屁肌 那種下流同事真的超討厭 真的喔 很多這種 很多這種 而且我覺得有時候主管 是真的不懂還是怎麼樣 有時候偏偏這種小動作的人 主管特別愛 超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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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